晚間的最新消息帶您關心到 警政署長陳嘉欽確診新冠肺炎 今天早上他覺得喉嚨乾癢 出現了感冒症狀 立刻進行快篩 結果呈現了陽性 第一時間就向立法院内政委員會請假 而晚間PCR的採檢結果出爐 是陽性確診 署長表示說 自己已經打完了3G疫苗 目前身體沒有明顯的不舒服 在居隔期間 也則請三位的副署長 還有各警政委員 持續工作的運作 按凌聲 渡極調